电影开始 一个记者登门访问男主路易 路易跟记者说自己是个吸血鬼 已经活了两百年了 并跟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18世纪90年代 那时的路易才24岁 在新奥尔良拥有一片自己的庄园 但这么年轻的他却面临丧妻丧女之痛 路易失忆至极 一心想死 每天都去声色场合豪赌烂交 并遇见了外形交好的吸血鬼莱斯特 在莱斯特的蛊惑下 路易决定成为吸血鬼 他告别了日出 从此接受新生 但变成吸血鬼之后就必须吸血 原本以为的新生却变成了嗜血的游戏 心存善意的路易不愿意吸血杀人 只好靠喝动物的血为生 莱斯特嘲笑路易的懦弱 两人为此大打出手 一晚路易对家中的女仆起了渴望 他吸起了女仆的血 并将她咬死 但很快路易就清醒过来 悔恨的路易把奴隶们全都释放了 并点火烧掉了自己的庄园 失去住所的俩人只好住进了墓地 莱斯特继续放纵着残忍的玩弄猎物 而路易只想逃离这个血腥的游戏 就在他失忆的游荡时遇见了两个推着尸体的人 两人警告他不要再往前走了 那边正在闹黑死病 黑死病呢其实就是鼠疫 路易并没有听俩人的劝告 如果真能就这么死去 他也就不用痛苦了 他静止往前走 遇见了刚刚丧母的小女孩 克劳迪亚 克劳迪亚扑到路易怀中 请求他叫醒自己的妈妈 面对女孩年轻新鲜的血液 路易一时经不起诱惑 咬了克劳迪亚 莱斯特发现后不顾路易的反对 将克劳迪亚也变成了吸血鬼 就这样三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 变成吸血鬼后的克劳迪亚 十分亲近路易 但是他和路易不一样 他渴望血的味道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对路易而言 克劳迪亚只是个小孩 而对莱斯特来说 他不仅是个可爱的宠物 还是个有杀人天分的高材生 更是将路易留在自己身边的工具 在莱斯特的教导下 克劳迪亚渐渐成为了合格的吸血鬼 但三十年后 克劳迪亚的身体依旧是个小孩 幼小的身躯 已经装不下渐渐成熟的思想 他想要拥有窈窕风雨的身材和外貌 他开始怨恨剥夺了这一切的莱斯特 为了逃脱莱斯特的掌控 克劳迪亚为他准备了两个死掉的男孩 莱斯特并没有察觉喝下了男孩的血 喝下死人血液的莱斯特变得十分虚弱 克劳迪亚趁机了结了莱斯特的性命 路易虽然不忍见莱斯特被害 但也对此无可奈何 之后啊 他们将莱斯特的尸体沉入了沼泽 但没想到莱斯特并没有死 复活的莱斯特不再美貌 身形犹如一具枯口 他回来找克劳迪亚报仇 路易为保护克劳迪亚将油灯颇向莱斯特 最终莱斯特葬身火海 之后路易带着克劳迪亚远走高飞 开始了周游世界的生活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既像妇女又像情人 他们寻找着自己的同类 也寻找着自己存在的意义 但始终一无所获 终于在19世纪的巴黎 他们遇上了以阿蒙为首的一群吸血鬼 这群吸血鬼住在地下剧院 过着和他们迥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以表演为由 公然将吸血鬼杀人摆在台面上 而坐在台下的观众浑然不知 路易和克劳迪亚被邀请前去观看 路易十分抗拒这种残忍的游戏 阿蒙觉得路易的人性十分可贵 他也想独占路易 成为路易的同伴 虽然路易拒绝了阿蒙的邀请 但克劳迪亚还是十分害怕 路易会离自己而去 于是呢 找了一个和自己母亲 十分相似的女人代替路易 将那女人也变成了吸血鬼 但是很快 他们的房子就被剧院的吸血鬼闯入 原来啊 上次在剧院时 有吸血鬼使用毒心术 得知了路易和克劳迪亚 杀死莱斯托的事 吸血鬼谋害同类 可是一项重罪 路易因此呢 被罚永远封在棺材里 而克劳迪亚和那个女人 被关在了天井里 只等日出 他们就会灰飞烟灭 未及时刻 阿蒙来救出了路易 当路易来到天井时 里面只剩下克劳迪亚和那女人 紧紧抱在一起的残骸 恐惧以及无助 路易十分悲痛 他一把火烧了剧院 将那里的所有吸血鬼杀死 而作为吸血鬼首领的阿蒙 却对此不闻不问 任凭路易残杀自己的同伴 原来这一切都是阿蒙谋划的 不惜牺牲所有同伴的性命 也要独占路易成为他的同伴 只为复活自己 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心 路易再次拒绝了冷血的阿蒙 他独自在人间游荡 在电影院再次看到了升起的太阳 之后路易回到了星尔良 在一栋房子里 遇见了狗活下来的莱斯特 没想到莱斯特并没有死 一直等待着路易的回归 苍老憔悴的莱斯特 邀请路易再次成为他的同行者 但路易拒绝了并离他而去 说到这里 路易的故事就结束了 没想到记者对他的故事兴趣盎然 甚至想变成吸血鬼 成为路易的同伴 路易一听就怒了 感情自己在这里讲了半天 记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用意 他掐住了记者的脖子威胁 随后小时不见了 记者吓得仓皇逃走 此时莱斯特悄悄出现在记者的车上 莱斯特一口咬住了他 如愿将他变成了吸血鬼 而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吸血鬼故事将开启 《夜访吸血鬼》上映于1994年 改编自安尼赖斯的同名小说 由好莱坞两大美男阿汤哥和皮特主演 这个故事的产生契机是作者五岁女儿的去世 或许是对女儿离世的悲痛 作者化身故事中的路易 他悲于亲人的离去 却求死不能 告别日出生活从此陷入黑暗 漫长的生命导致一切变得索然无味 然而片尾作者利用电影院让男主重见日出 或许也在暗示自己走出阴霾 重获新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